如果说你是换成千元钞票的话 大概水果箱要装26个耶 那么这个吴丽萍呢 他就已经讲说 就是他跟吴景茂 用这个箱行车呢 载了五大箱里面 满满七亿四千万的行李箱 就送到元大去 我们实地实验一下 真的你如果硬是要推 硬是要挤 把它塞进这个箱行车的话 应该是真的可以让它给载走了 但是连运钞保全业者都觉得 太麻烦了 平常如果运钞车里面 有个几千万都已经是如临大敌了 竟然就这样子箱行车 招摇过市趴趴走 里面有七亿四千万 您看看五个行李箱 一字排开 里头装满了七亿四千万的现金 但放不放得进这台休旅车呢 我们就为您来试试看 硬推硬挤 终于把后车厢给关上 无几毛和杜丽萍一上车 就像这样子 把七亿四千万载到了元大 但技术性来说 这是真的吗 非常奇稳 非常的夸张 杜丽萍公称 他用这一种无熟生最爱用的行李箱 把一点点两千元新钞放进里头 再开箱行车 载着装满七亿四千万的行李箱满街跑 原来箱行车真的能够装下这么多钱 还是很空啊 可以再多塞一个还OK啊 但是保全业者说 就连保全严密的银行运钞车 也不敢一次再这么多钱 何况是一般的箱行车呢 让专业的保全业者惊呼 难道不怕有人抢吗 当然一定会有比较贴心的人 或者比较心腹的人 然后来做周遭的一种护航的行为 这个通常在我们的安全考虑 是会这样子做的 尤其经约是这么庞大的 再开一次 七亿四千万的行李箱 就像这样子塞进了箱行车里头 让运钞的专业人士认为 这实在是很夸张了 中文新闻韩志新朱写明 台中报道 好